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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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a ViuTV原創劇 I Swim 的故事 是改編至導演馮志強的原創小說 而Jeffrey所演繹的娛樂聰 正正就是導演本人 大家都說笑 導演自肥找個帥哥來演自己 不過Jeffrey和Angela就說 要幫導演平反 其實導演很英俊 真心 其實我們可以鋪回他 有一個救生員的照片 真的挺英俊 導演真的挺英俊 導演有點巔峰感覺 我媽媽也有說過有點像 感覺 所以蠻好笑 雖然I Swim 開播不久 但一集都有經典場面 好像李馬榮英雄救美 王亞樂 王亞樂刷新全校18項紀錄等等 30秒12 30秒12 王亞樂總學終於做到 好 他今天再次證明給所有人看 王亞樂才是我們啟然中學真正的飛魚 另外當然不笑得魚朗聰的脫褲事件 其實那時候是穿著玉色的打底褲 打抹來了 那一刻 其實我以為 實體看上去完全是 有分別 但是鏡頭一做的時候 就好像 嘩 這麼像 真的有一點恐怖 切 然後 原本我們想著不 blur 但是想想一下 因為太相似了 怕觀眾分不出究竟是真的 是假 那也是blur了 是的 但是 蠻好玩 而且 我覺得是我的脫褲 有點天分 因為 真的 我的產品好像一拍就搞定 因為那一刻 其實是困難的 因為你脫褲 一定是鬆的 因為不然脫不了 那他會弄一條鬆的給你 但你又不是頭幾米脫 是之後才脫 所以說脫掉的時候 就有那種 我一個轉身 嘩 其實已經脫了 幸好我那一刻轉身練得好 飾演魚朗聰女神的Angela 穿起校服真是寧違和感 超青春 不過 她就自爆拍攝的時候 一會兒經常被導演提點 司令這個角色 呃 未必是我自己做過最難的角色 但是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 首先對導演來說 還有對觀眾來說 可能它是在 represent 一種中學你會見到的女生 我拍攝的時候 導演經常都叫我 喂Angela 不要那麼兇 可能她自己對角色的想像 是有一種味道在這裡 還有其實 對導演來說 是有一個真實的思詠 在這裡 有一個故事 是在背後的 而我們有時候 拍攝我和魚朗聰的對白裡 都有一些東西 是抽取著 抽取著導演的真實故事 I swim男神混雜 周北時就赤裸上身 show機 不單止觀眾看到心心眼 女拍檔都大飽眼福 不知道Angela 又覺得哪位男演員 身材最fit呢 身形最好 我當然是支持Jeffrey 我九成的電影都是跟他拍的 第二名 我想Stanley也毫無懸念 我回答你的第一位 你說的第一位 只是給你面子 我坐在旁邊 人們都可能會 不是Stanley嗎 這樣 沒辦法計算 我要盲撐你的 你是我最多氣的對手 第三 還有什麼人選 Edan 對 Edan 因為跟他有合作 那就是 慢撐 哪會是慢撐啊 Jeffrey的身體真是超棒的 D福基還是他很辛苦練回來 我100分裏的 120分努力 真的120分 因為其實我人生都沒試過這麼120分 我120分的感覺 我真的很累 那天都差不多 可能工作了十幾個小時 但我都一定去健身 因為 我會覺得你不可以停 因為你一停 其實你自己的意志 都會告訴自己 可以休息 其實你不可以休息 那 可能那天做的重量 沒那麼重 但不要緊 只要你有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一個 我也很欣賞自己 因為我真的 我差不多七個月裡面 我真的休息了沒有十天 其實我一向做健身 我都挺愛的 因為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一個自己的me time 就是會 我那時候是想播一些音樂 做一下健身 大叫一下 雖然健身有時候有人 但我經常凌晨去都沒有人 沒有人的時候 我就會大叫 那些歌 在唱的時候 就一起唱 就是當是K房 但有時候也有點尷尬 因為 舉舉一下 看到那塊鏡 嘩 原來是有人 原來是有人 然後我就假裝沒事 放下來了 再做 躲起來 都少了 誰誤性最高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是說游泳很厲害 我覺得是他 因為我和他一起拍過 游泳的一些場景 他的閉氣是屈肌的 他的閉氣令我 有點覺得自己 是不是要回家 覺得自己太差 還有他是 我們有時候做動作要潛到很低才有效果 如果不是拍不到東西 因為 總之一定要我們在水底很低的時候 畫面才會自中 他是可以沉到很低 但其實耳朵會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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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忍到痛 然後又抹到大眼 又閉氣很長 還可以在下面等我 我才慢慢游過去 我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麼 其實那個秘訣就是 醫治還是信念 其實那個信念也是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覺得痛 其實真的很痛 但是痛 人人都會痛 所以就是 當你捱到那個痛的時候 你就不是人人了 你就是 人上人 但可惜超人都有倒下的一天 Jeffrey自爆練水 練到整個人暈倒 還以為要跟這個世界說拜拜 其實那個是練水 不是在拍 練水 就是油油油 就是懶型 一來就爆 爆爆爆 衝 然後 沒有看得很清 我的手 你當是油歪了 我的手一下就插了 那些分一線二線三線 到八線那些 那些乾 一插下去 然後全的手都爆光了 跟教練說 不好意思 弄傷了 然後我可不可以 有些膠布圍一圍 他說 好 剛好有隻噴霧膠布 一噴就沒事了 一噴 暈了 好痛 那一刻是真的 這樣 真的 我慢慢感覺到 由光變黑變黑 然後慢慢聽 聽到東西 然後畫面已經黑了 然後我有想 我想一下 那一刻我應該會死 然後射回來 就立刻 對補抗力 因為對補完 對補完 然後就 開始擦開眼 但那一刻是害怕的 真的 有一下想過自己走 好多人都知道 Jeffrey喜歡在劇組 撩人咬手瓜 不過拍Eye Swim 那時 他就遇到一位高手了 這個自己的私底下 樂趣 有時候自己舉一下鈴 一想一想一想 唉不可以輸 不可以重一點 就是那一下 就是這一下 就是這一下 舉這個二頭 這一下就等於這一下 那這一下 當我練得重的時候 別人就不會救我 因為我一擺那個架勢 他已經害怕了 其實咬手瓜 有個心理狀態 就是你不可以覺得你輸 因為你覺得你輸 就算你的力本身大的人 你都會輸 因為你覺得你的勢輸了 那如果我的勢不輸 我一來就不會贏 那我一贏那一刻 他就害怕了 他害怕了 那他自然就 怎麼算 可能我已經想一想 就想了 一三二一八 那我已經贏了 他會說多一個小時 關於咬手瓜 有沒有人贏過你 有一次我就 瑜級挑戰了一個 這個真的很搞笑 你知道那個嗎 是非狗 是非狗 劇組人員 有一次 因為有一次我聽說 他可以同手搬起一個雪櫃 可以移位 然後我心想 嘩 哪裡來的高手 那麼堅 那我就 來玩一下 肥狗 不來回場 好啊 他說 他都很謙卑 好啊 我會輸 不過他打開Rubby 那我就 他已經是米九幾 又打Rubby 我當時都覺得自己越級挑戰 不過我的信念夠強 我就不來挑了 好 3 2 1 他不動 他這樣啊 然後他 嗯 然後我心想 嘩 那一刻就感覺到 就是小毛見大毛 完全 其實是很多人 不要這麼說 越強就越強 Jeffrey已經很厲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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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